厉害!这位上海电机学院学生登上2019互布斯中国精英榜 上海电机学院大司学生环恒伟作为非蚂蚁智能环保回收创始人 与来自中国20个行业领域的600为30岁以下创业及行业创新精英共同登榜 作为一名大学生创业者 环恒伟自2016年期开始创业 四年创业历程失败三次 直至2018年创立上海小懒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并获得千万级融资 作为一名连续创业者 在非蚂蚁智能环保回收项目之前 环恒伟做过共享经济领域共享单车 共享巴士、户外 2019年 环恒伟带领创业团队自主研发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 并完成了多轮融资 2019年下半年 非蚂蚁环保回收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将落地将者户所有知名高项 形成矩阵网络 降低物流成本 形成盈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